接下來的話 今天最後我們就是 把那個錄製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的過程 還有修改 再會講一下 那這個部分如果你有 其中報告專題不見得要做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做 當然你可以把它加上去 當然是最好 那最後我們希望怎麼做呢 這個歷年簽到折線圖 那我這邊把它這個名稱先複製一下 我把這個刪掉一下 那所以你做之前就先彩排 那彩排的話 你可以把它分成兩個 這兩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你先樞紐分析表先做 然後斷點結束 那個叫 也許簡稱叫樞紐表好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才是畫圖 就是分兩個聚集 你不要說要一次全部做完 結果你會把那個程式這麼隆長 你光看都覺得看得很累 而且很容易錯誤啦 所以我們分兩階段 那第一階段我先做一次啦 第一個就是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嘛 還記得吧 然後我們就是把那個什麼呢 按確定之後有沒有 然後把黏拖拉到列 再把黏拖拉到尺 OK 然後再把它怎麼樣 不過跟各位講一個 可能會發生錯誤 就是錄製聚集的時候 它如果直接先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尺 會錯誤 所以請你顛倒 也就是說你先把 錄製的時候請你先拖拉到尺 再拖拉到列 它錄下來 聚集才不會發生錯誤 這點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OK 那你說為什麼要顛倒 其實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每次錄就錯 錄了很多還是錯 後來我偶然間發現的 我說那我把它顛倒一下 錄完之後直接 居然正確了 但是我也沒答案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找了一下官網也沒有說 OK 所以你說有時候老師你為什麼這樣做 所以很多其實都是試出來的啦 坦白講 有些規則是怎麼做 因為我也不知道 那我試試看 OK 那這樣OK 可以就沒問題了 那因為我也交很久了 所以這麼久的時間也都沒出錯 那表示應該也不會再有錯了 OK 那就對了嘛 所以有些答案是怎麼出來的 有時候你看一些理論 看半天其實倒不如你這踹一下 OK就可以啦 所以實作面是這樣啦 就是對的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然後最後把這個隱藏起來 還記得吧 這個把它隱藏的話就把它打勾取消 打勾取消 按確定 這樣就完成了 動作不多喔 OK 所以把它怎麼樣 最後當然你可以把這個名稱改成什麼 歷年切到折線圖這樣子啦 OK 所以改個名稱 不過我想步驟也許這個後座也沒關係啦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開始喔 錄字句齊了 把剛剛的動作做出來 所以這個名稱叫做樞紐表 然後按確定就把剛剛的動作做變 插入樞紐分析表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記得喔 先值再列喔 你不要顛倒 顛倒就錯了 這個多拉過來 然後再把這個列標籤 把這個打勾取消 就是102、103 按確定 這樣就OK OK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怎麼樣 停止錄製 所以開發了你記得切回來喔